瘦小的身影卖力划船 今年46岁的菲律宾志工罗瑞塔 住在菲律宾黎叉省 偏远的圣马雕镇席地奥村 是当地唯一女性船夫 每天凌晨和傍晚 4点到6点两个班次 可赚100匹索 约台币将近60块 另外在兼差洗衣 撑起一家人生活 先生五年前因心脏病过世后 担心母亲生活辛苦 依然坚持做好回收 因为参加了慈祭在附近 举办的回收宣导活动 从2012年来从不间断 这个300人的村子地处偏远 没有收垃圾的清洁人员 过去是随地乱丢环境脏乱 甚至一把火烧掉 现在在她带动下 春泥一起做回修 每周五罗瑞塔要过河 把回收品送到慈禁环保站 她自己还每天均 一批所做善事 罗瑞塔很感恩慈禁2009年在卡山拉台公寇的已公代证援助 去年她加入慈禁发放工作 每月还参加志工训练活动 今年她和另外十人在慈禁环境环保教育站 参加寿福典礼 正式成为培训志工 勇于承担使命 肩上责任更重了 心却更宽更广 大爱新闻李嘉美 罗约翰 菲律宾报道